我不想跟大家一樣 現在用的這個爐子是 呃... 我也不知道它叫什麼爐 洗澡的話 只有冷水嗎? 對!沒錯!只有冷水 所以整台車弄到好 我大概總共是花了... 左右 我們剛剛滑完SUP了 我們現在上岸了 我們要來開箱我的露營車 一定很多人很好奇 我這樣到底花了多少錢 改了什麼東西 現在就來一一跟大家介紹一下 這是我整台露營車 外觀的烤漆是迷彩的 因為我以前是職業軍人 全車內外烤大概花了8萬塊錢 這個是開車便當要用到的 現在我們的側邊帳就全部打開來了 我全車的東西都沒有自己動手 這是高雄一間叫車住宅的改造露營車的廠商 幫我改造 來開箱我的車頭的部分 這個德利卡原廠的椅子呢 它是灰色的 然後我把它重新包皮 車子前座的這一台主機 這台音響是安卓 安卓系統的8核心的平板 這台車是我爸爸 我爸留給我的 以前小時候我們都坐這台車出去玩 然後這邊可以看到天花板 天花板這些都是塊木 然後跟後面的也是 然後我們現在來介紹 第二排座椅 我相信一定很多人很好奇 我這樣改驗車會過嗎 現在的法規已經犯寬了 一般你只要在四色以下 在行照上會有顯示哪三色 但是才會像軍用的那種色系 就好像不能過 所以這部分還是要稍微了解一下 大家已經很好奇驗車的問題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的行照上面是 五人座 就是他們椅子是有要求說 一定要有安全帶 然後它是可以變成床的椅子 它這樣子就變成一個很大的船 然後我們昨天看流星雨的時候 這邊是睡了三個人 這個是我的驗車單 我前幾天才去驗車 車身重量呢也在範圍內 車頂架的部分也可以變更 就是你可以變更你的車高 現在這個法規也犯寬了 唯一要注意的一點就是 這個側邊杖不可以鎖在車身上面 你鎖在車身上面 你驗車就要拔下來 所以側邊杖它要鎖在 車頂架上面 這樣子驗它就是跟車頂架會四為一體 然後我現在來開箱我們中間位置 先來開箱我的冰箱 這是30公升的藍牙車載冰箱 它可以冷凍冷藏切換 30公升可以冰超多 東西 感謝百威爸爸 再來呢我要介紹 卡拉OK 這一台是我自己上網去買的 它是卡拉帕的卡拉OK機 都沒有業配 我都可以附上我的對賬單給大家看 它的缺點呢就是 它用藍牙模式的時候不能消人聲 然後跟 它如果用線接喇叭就可以消人聲 但是它消人聲的部分 就是如果你很追求完美的話 會沒有那麼喜歡 但是每次出去就是大家還是唱得 也是唱得很開心 顯示器的支架呢 它這一根支架是 三千多塊 藍牙喇叭是它 廠商送的 跟兩支藍 那個無線麥克風 都是它送給人 然後我們現在就要來唱歌了 你依不捨 捨不得 地球上最爛漫的一首歌 我怕太長現實的快樂 就是你借給我的 精心抱著 擁抱著 地球上最爛漫的一首歌 我的冰魂21公克 因為你而完整了 完美了 冷氣的部分呢是 它是用原車冷氣去改裝成 並連的變瓶式冷氣 我這邊可以切原車冷氣模式 或是 關閉 然後跟 駐車冷氣模式 駐車冷氣模式就是它是吃 後面的第二電瓶 然後原車冷氣就是吃它原車的電 塑膠地板 是整片的一直延伸到車 它這個是防水的卡扣地板 再來就是 我老大 無跡大大 然後它現在在用我的爐子兼火腿 就是我們的中餐 現在用的這個爐子是Snowpick的 呃 我也不知道它叫什麼爐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那種露營桌 很多都有那種中空旅空的 他們大部分都是拿來放這種 這種的爐子 但是我覺得這個爐子 火力有點小 然後這個是洗手台的部分 它這個軟管是可以接 在下面這樣接上去 我相信大家一定很好奇 就是大部分的人都坐側邊 為什麼我要坐在尾門 因為坐尾門比較通風 油煙不會往裡面跑 再來就是大家都坐側門 我不想跟大家一樣 它現在這個是拉出來的狀況 然後它平常是這樣子收進去 然後要用的時候呢 再拉出來 然後跟它講就是 瓦斯的部分 我是建議不要放車上 你如果沒用 或是沒有要開車 記得把它拆下來 後側的櫃體 就是只這一片 總共是 跟大家介紹一下 這個就是後面的床 嗨大家好 這是肥波 這裡是VS Media 想讓更多人看到你嗎 歡迎來投稿 投稿連結就在這邊 這邊這邊 這個就是床墊 然後我現在 要把它變成 後排的 包廂的模式 聊天喝酒打屁 唱卡拉OK 也都可以 然後它還可以跟前面啊 組合變成 包廂 我現在弄成包廂給大家看 整個包廂做幾點 可以做到9個 然後我現在跟大家講 這兩個櫃子 它還有收 一些些收納的功能 這邊打開來 這是水的電動檔 然後這個是水箱 它可以裝20公升的水 之前這個不能掀起來 所以我後來就是叫它 做了這個 把這邊改成可以掀的 在這邊有一些小小的收納空間 我前座以後的門板啊 都有重新改造 我的尾門也有做鋪門板 加起來呢 是6500塊 再來就是全車 的格勒施工 格勒子我都是 貼比較黑的 然後全車的木座啊 這些 木工裝潢的部分呢 總共是 40500塊 這邊呢 是一個電力系統的空間 水棒埔的還有 另外一個地方的構造 它水棒埔在加壓 然後我這邊就可以 冷水 我就可以來洗一些東西啊 或者是 洗菜啊 洗手啊 洗澡的話 只有冷水嗎 對 沒錯 只有冷水 假如說冬天啊 天氣比較冷的時候 我車上都會放那種很強力的 露營用的 那一個爐子 它火力很強 所以它煮熱水很快 所以我就是補熱水 就是我可能半桶的冷水 再加半桶的熱水 它就會變成洗澡的溫度適宜的水 我的車還有做隔音跟隔熱 8500塊 就是全車的隔熱 所以它都有 底下都有鋪一層那個 就是隔熱的材料這樣子 我尾門有 三顆燈 然後那邊一顆 那邊一顆 駕駛座一顆 然後這四個燈呢 這樣加起來是 3600塊 然後這是我的車底下 這個尾基呢 是2000塊 事務盤的木座 就是我可以在上面 搭帳篷啊 或是露宿啊 跟朋友在上面聊天 喝酒之類的 總之呢 就是以內裝的部分 這些全部加起來的價格 大概是 大概是 所以整台車弄到好 加維修哦 這台車基本上現在跟 新車沒兩樣 我大概總共是花了 60幾70萬左右 這跟現在買一台新車的價錢一樣 但是 我覺得就是有一台這樣的露營車 很棒 就是很舒服 如果說你有什麼不清楚的 或是想要更了解的 歡迎在底下留言給我 謝謝大家 掰掰囉